我們今天跟大家要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台灣歷史上有很多為了台灣的醫療奉獻 然後很值得我們尊敬的人物 當然有的已經過世了,有的還在 有的是外國人,有的是我們台灣本地人 你們現在要去採訪這些被推薦的醫療奉獻獎的候選人 我想就介紹一下過去 曾經為台灣奉獻過或者是得過獎的人 給你們做一個參考,稍微有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都知道台灣的現代醫療發展 是從大概150年前 就是西方的傳教士在清朝的末年 大概1865以後 還有英國的長老教會 特別是蘇格蘭的長老教會 派遣像馬雅各 或者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的蘭大碧、蘭大衛父子 他們到台灣來傳教 還有從加拿大到蘇格蘭訓練神學的馬接 這些都是英國長老教會派遣來台灣的一些醫療傳導者 他們先撒下了現代化醫療的種子 之後當然就有一些台灣本地的人跟著他們學醫 那時候是還沒有醫學院的時代 傳教士裡頭也有女的護理人員 也跟著他們來工作 那這些護理人員也訓練了一些台灣本地的護理人員 那到了1895年當然就是日本人來了 日本政府是正式在台灣最先設醫學校 那時候叫總督府醫學校 當然在總督府醫學校之前 日本人設了一個大台北病院 有附設土人醫師養成所 那時候日本剛佔領台灣的時候 以為台灣都是土人 為了訓練本地的台灣醫界的可以看病的人 所以他們叫土人醫師養成所 後來他們覺得醫師的訓練不能這麼草率 所以就改成正式的醫學校 後來變總督府醫學校 變台北醫專 變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那總共在日治時代呢 大概就培養了兩千多個台灣醫生 那這些台灣本地的醫生裡頭有很多很優秀的 比如說第一個醫學博士 杜聰明 那比如說日治時代 領導台灣能抗日很重要的醫生 蔣衛水 或者是日治時代台灣的這個文學家 奈何 這些都是醫生 那當然培養了這些台灣本地醫生之後 很多到各地方去開業 在地方上照顧民眾的健康 也做了很好的醫療服務 那二次戰後呢 當然就是國民政府來了 那國民政府來了 從中國大陸大概也跟隨而來的 幾百萬的難民軍隊 但是這裡頭比較重要的是 因為共產黨是迫害宗教 所以那時候在中國大陸的這些傳教士 西方的很多教會團體 都被趕出來了 所以二次戰後呢 其實從中國大陸 也來了不少 這個西方的宗教團體 特別天主教會 來了很多的醫生跟護理人員 他們也在台灣 從戰後到現在 大概也將近一甲子以上 做了很多的服務 那裡頭也有很多 得過醫療奉獻獎的外籍人士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就改制為台灣大學醫學院 那台灣大學醫學院 當然就是台灣歷史最久的醫學院 培養了最多的人才 可是之後 杜聰明離開台大去創辦了高雄醫學院 然後台大出生的 這個徐千田教授 胡水旺先生 等去創辦了台北醫學院 之後呢 中國醫藥學院 中山醫學院 陸陸續續私立的醫學院出現 所以後來呢 長庚醫學院 馬街醫學院 慈濟醫學院 輔大醫學院這些 都相繼出現 所以 台灣呢 就已經培養了很多的醫藥護的人才 那這裡頭呢 二次戰後 還有一個重要的 就是國防醫學院 也是跟隨政府呢 從中國撤退來的 所以也有很多軍方 的這個醫護人員 也到台灣來 這其中也有一些 是相當有奉獻的 這個事蹟 那我們現在就 把台灣 看這個台灣島的地圖 我們從最偏遠的地方 開始來介紹 比如說 台東 這個是最偏遠的地方 那我們都知道 台東有一個 台東基督教醫院 那台東基督教醫院呢 其實是一個美國醫生 一個美國的外科醫生 叫譚瑋毅 台東呢 都叫他譚巴巴 因為他非常照顧病人 那他本身是一個傳教士 剛到台灣的時候呢 50年代 就是二次戰後 那時候台灣 小麻痺很流行 所以呢 他先在這個 屏東的基督教醫院 屏東基督教醫院 也是一個外國人 叫畢加士 畢加士 畢加士是 挪威來的傳教士 挪威的教會 台國來的 他在屏東設個 屏東基督教醫院 然後 他很照顧小麻痺的小孩 所以 譚瑋毅那時候 剛到台灣 也到屏東基督教醫院 幫小麻痺的小孩子開道 後來他到台東 做這個山區行為醫療 那發現很多病人 沒有辦法 得到好的照顧 所以他就回美國募款 然後蓋了這個 台東基督教醫院 他在台東基督教醫院 服務到七十多歲 因為他的雙手 後來得了很嚴重的關節也 不能開刀了 他才退休 回到美國去 那在這個醫院裡頭 他等於 醫院僅僅僅僅 因為 台東請不到什麼醫生 所以他什麼事都要自己做 所以不是只有幫病人開刀 打掃廁所 清潔 還有甚至於 這個 照顧病人 到各地 三地巡迴醫療 所以他後來也等過醫療奉獻獎 那同樣在台東 從瑞士來的教會 有白冷會 這個是很有名的 在台東 辦了一個東宮高中 這個是瑞士的神父 大家都知道 瑞士是職業學校非常有名 專門訓練木工 鐵工 然後修理重錶之類的 所以東宮高中 是白冷會設的很著名的學校 可是跟著白冷會的神父來的 有一個修女會 那這個修女會 他們就在台東 在觀山 現在還在的一個 觀山療養院 就是這些修女創辦的 剛開始他們是在台東的海線 因為剛剛提到的 台東基督教醫院 是在台東市 那台東的海線 像什麼城宮 這些觀山的地方 也是沒有醫院 所以修女在那邊設了一個 觀山天主教醫院 後來 等到馬街要去台東社福醫院的時候 這些修女覺得說 馬街醫院的規模比他們還要大 醫生比較多 所以他們把這個 觀山的天主教 這個海線的醫院 就改成療療院 現在專門照顧 這個職務人啊 或者是需要長照的老人家 那這些修女也是一樣 從戰後1950年代來到現在 有的已經死了 有的還在服務 其中比如說 有一個勞培德修女 她已經八十幾歲了 她也得過醫療奉獻獎 他們這個觀山療養院的修女 有四五個都得過這個醫療奉獻獎 那這個勞培德修女 他們不是只有照顧病的 他們連病人的起居生活 那因為他們是修女 他們都非常節儉 那甚至他們現在照顧老人家 他們要給老人家的這個尿布 我們台灣現在大部分都是用了就丟了 他們不是的 他們是把那個床單剪成尿布 然後給老人家使用 那髒了他們就去洗 洗完了曬乾再用熨斗燙 把它弄得很乾淨很舒服 讓老人家可以節省這個尿布的費用 所以這些修女 講起來是非常感人的 那這個就是在台東 不管是基督教醫院也好 這個老人家的療養院 還有他們也有這個小兒麻痺之家 這個都是西方的傳教師 是在台東做的工作 那台東再上來就是花蓮 大家都知道花蓮最有名的就是門諾醫院 那這個也是美國的門諾教會 二次戰後派來的這個 Dr. Brown就是伯頭蘭醫師 那時候他們就帶領這個 三地巡迴醫療團在花蓮的山區 專門照顧原住民的這個健康 那原住民大概經濟都是比較困難 所以這個門諾醫院一開始看病 都是收一塊錢 只要一塊錢就可以看病 也可以住院 反正其實就是一種平民的私醫 柏羅蘭在門諾做了 到要退休的時候 七十幾歲了 他要回去美國 他講了一句說 台灣的醫生到美國很近 可是要來花蓮很遠 因為他們都請不到醫生 很多醫生說 聽到要去花蓮服務 就覺得說很偏遠啊 小孩子教育怎麼辦啊 生活不方便啊 種種的理由 可是他說台灣醫生呢 醫學院醫病院跑到美國的很多 然後在美國幫美國人服務 結果自己台灣的病人呢 找不到醫生來照顧 他是很感慨的講的這一句話 沒有想到這一句話去感動了一個 在美國的老神經外科的台灣去的醫生 叫黃聖雄 那時候黃聖雄已經在費城 這個醫學中心裡頭 他做老神經外科非常有名的 他聽到柏羅蘭這樣講 他自己覺得 真的我是一個台灣的醫生 我在這裡照顧美國人 結果我自己的同胞 變成美國人在幫我們照顧到老了 找不到後繼的接棒子 所以黃聖雄55歲的時候 他就辭掉了美國的工作 然後回到花蓮來接棒 把文諾醫院 他又做了二十幾年 從三百床 擴建到現在將近六百床 而且他又為了照顧這個社區的老人 所以設了文諾基金會 現在呢 照顧大概三千個 這個社區裡頭的老人家 黃聖雄 這個七十八歲 要離開花蓮回美國養老 因為他兒子孫子都在那邊 他就拜託了我 去接棒這個文諾基金會的工作 所以我現在也在文諾基金會服務 照顧這些需要長照的老人家 所以像柏羅蘭醫師 黃聖雄醫師 他們也都得過這個醫療奉獻獎 最主要就是表揚他們 在原住民的健康照顧 偏遠地區的健康照顧方面 非常的貢獻 那同時在文諾也有護理人員 也得過這個醫療奉獻獎 有一位這個加拿大的護理人員 叫馬樹山 他也是跟著柏羅蘭這個文諾會 在台灣奉獻了幾十年 他最重要的貢獻就是 那時候台灣還沒有護理教育 他在門諾醫院創辦了一個門諾護校 這個門諾護校訓練了很多原住民的女孩子 從事護理工作 那政府後來不承認這個門諾護校 因為後來政府說 你要設護理學校來就要有軍訓課 要這個教育部要派軍訓教官到學校來 跟這個學生上軍訓 那個馬樹山是 他說怎麼護理要學軍訓 所以他就拒絕了 結果教育部說這樣你不可以立案 所以後來門諾護校就很可惜 沒有繼續下來 但是馬樹山後來也得過醫療奉獻獎 那在他之後還有一個衛海蓮修女 這個也是得過醫療奉獻獎 在門諾做護理主任 也照顧了病人 他們都是非常有貢獻的 那花蓮除了門諾醫院 其實當然也有我們台灣本地的醫生 在偏鄉服務 有一個醫生叫石曹怡醫生 他是日智時代就當醫生了 可是他沒有讀醫學院 他是原來在人家的這個 日智時代有那個花蓮港的鐵道醫院裡頭 做醫生的助手 做助手 可是後來他發現很多鄉下的病人 都沒有醫生照顧 因為他那時候他的哥哥 在這個花蓮縣的光復鄉 跟瑞瑞鄉的中間有一個小村 叫富原 這個富原村 那邊就是有一個蝴蝶谷的這個溫泉區 有一個日本警察 日本醫生 在那邊照顧病人 可是二次戰後日本人離開了 所以這個日本醫生也走 那時候這個石醫師呢 他是在這個鐵道醫院 本來他是做人家助手 後來他就跟著這些醫生學習以後 他就去考那個檢定考試 日智時代也好 二次戰後國民政府來了 都還有醫師的檢定考試 就不一定是醫科畢業的行政 但是你自修 你也可以去檢定考 做再第一 所以他後來通過檢定考試 他的哥哥就說 那你到富原村來嗎 因為這裡都沒有醫生 結果他沒有想到 他本來想說 去服務個兩三年 結果一去做了六十年不能走 因為附近十幾個村落 都沒有醫生 所以他去那邊開業以後 這些村落裡頭的人 幾乎都是要找他看病 而且是三代 從阿公、兒子到孫子 所以他是 不只是看內兒科 他也要處理外傷 也要開茫廠 甚至還要接生 所以他在鄉下的 就是一個全科醫生 奉獻了六十幾年 他本來八十歲要退休 那個村民說 你不要走 你走了 我們去看誰 所以他就一直做到過世 這個就是 也是德國醫療奉獻獎的 一個鄉下老醫生 也很感人的 因為鄉下人常常沒有錢 欠他醫藥費 但是他也知道 這個醫藥費 也不必去要 所以欠賬就算了 但是鄉下人有時候就會 抓自己養的雞 或者自己種的番薯 這些農作物 去報答 感謝這個醫生 醫生也都很高興 跟鄉下的農民打成一片 這個就是石曹黎醫生 在花蓮的故事 我們再上來就宜蘭 宜蘭最有名的就是 我曾經在那裡服務過的 羅東聖母醫院 羅東聖母醫院也是 二次戰後 義大利來的天主教會 林醫會設立了醫院 本來這些林醫會的神父修士 也是在中國大陸 雲南的山山 照顧麻風病人 那國共內戰以後 共產黨就把這些外國人都趕走了 所以他們就被趕到台灣來了 到台灣以後 這個林醫會在兩個地方落腳 一個是澎湖的馬宮 設了一個惠民醫院 然後一個就是在羅東 設了聖母醫院 這個聖母醫院裡頭 最有名的一個外國醫生 就是 宜蘭人都叫他 就是泛鳳龍醫師 他是斯洛伯尼亞的人 他是一個外科醫生 跟著這些林醫會的神父來到羅東 他39年沒有回家過 沒有一天回到他自己的家 住在醫院裡面 每天開刀 急診、看門診、照顧住院病的 他開了8萬多台手術 8萬多台手術是一個世界紀錄 你一天開七刀 一年也只不過兩千多刀 你要開8萬多台就是四十年沒有休息過 每天要開七個刀 你看每天開七個刀 要再開大房多久的時間 出來了還要照顧病人 所以他就是睡在急診室的 旁邊一個小房間 他一輩子也沒有結婚 所以完全奉獻在特克審武醫院 在世的時候 人家要推薦他拿醫療奉獻獎 他都拒絕 他說我是幫天主做工的 我沒有做什麼 我只是替天主做工 可是他死了以後 人家還是推薦他 頒給他一個醫療奉獻獎 死了就埋在羅東的山上 連家鄉都沒有回去 除了他之外 除了他之外 林醫會在馬宮內 也有一個很有名的外國修士 叫何義士 他留著大鬍子 所以澎湖人都叫他大鬍子醫生 他是義大利來的 在馬宮慧民醫院 也是奉獻到死為止 你現在去澎湖玩 會看到澎湖縣政府 有幫他做了一個銅像 懷念他 因為幾乎澎湖的大街小巷 家家戶戶 大家都找他看貨幣 這個也是一個天主教會派來的 在澎湖奉獻服務的 一個很有名的醫生 那在這個生母醫院 也有護理人員 也是從義大利來的修女 有一個修女 叫肺修女 他專門會接生 非常會接生 所以宜蘭人都叫他 就是祝生娘娘 接生姑娘 他做婦產科 比婦產科醫生還會接生 很多難產的小孩 都靠他接生 把他成功的救起來 那所以 像這樣的一個修女 菲娜利修女 他也是到八十幾歲 在台灣過世 所以外國人 在台灣的東部 從台東花蓮到宜蘭 幾乎都有留下他們服務的蹤跡 我們再看西部 我們就從最南端 恆春 也是最邊緣的地方 我們知道恆春有一個 恆春基督教醫院 在恆春基督教醫院 幾年前有一個 醫療奉獻獎的得主 叫陳雲子醫師 陳雲子醫師是我們自己台灣人 他是一個醫科醫生 他本來是在台北開業 非常成功 病人也很多 可是呢 他病人太多了 他後來生病了 他自己太累了 他得到很嚴重的肝炎 只好休診了 休診以後 他太太說 我們乾脆小孩都進美國讀書了 我們就搬到美國去養老好了 結果去到美國以後 他發現 在那邊住不習慣了 而且沒有做醫生 覺得很痛苦 在那邊無所事事 所以他說不行 我還是要回台灣 我要找一個沒有眼科醫生的地方去服務 結果在全台灣找到最後 原來恆春沒有眼科醫生 恆春周邊幾十公里的鄉鎮 都沒有一個眼科醫生 他就到恆春基督教醫院去做了院長 可是做院長就不能只看眼科 什麼都要看 因為恆春基督教醫院 很缺醫生 所以他又要看急診 然後又要去恆春周邊 那些原住民的滿洲鄉 這些到處去做巡迴醫療 他甚至呢 因為恆春基督教醫院的收入 不夠發薪水跟年終獎金給醫護人員 所以他就把自己在台北的診所賣掉 賣掉了以後把這個錢拿到恆春基督教醫院 發了三年的薪水 給員工這個年終獎金 所以也是很感人的一個眼科醫生 後來他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就是恆春有種洋蔥很多 那種洋蔥收成的時候 那個洋蔥很辣 會傷到眼睛的角落 所以因為他是眼科醫生 他有發現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跟那個政府說 這個應該是一種職業病的傷害 這個應該列入這個勞保 跟這個健保 當然健保是可以看病的 可是他職業傷害可能會影響他的工作 應該給他們這個職業救濟 那這個也是對恆春的這個 種洋蔥的農民很大的一個貢獻 那除了他之外 以前有一個台大畢業的醫生 叫翁瑞亨 翁瑞亨是我告訴同學 他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後來他又到屏東基督教醫院 後來到嘉義基督教醫院 他做到嘉義基督教醫院院長的時候 他帶醫療團到這個太北金山角地帶 我們都知道那個東南亞 太北金山角地帶是那個 就是毒品走失很嚴重的地方 這個幾個國家的邊界三不管地帶 所以那些販毒的人都在那邊種這個鴉片 大麻之類的走失毒品 所以是一個很落後的地方 沒有人敢去的地方 他做嘉義的院長 他帶醫護人員去那邊做醫療服務 做到最後他竟然留下來不回來做院長 留在那裡診所常住之外 他竟然在那裡學當地人的話 然後變成牧師 他現在在太北做牧師 在那邊傳教 這個也是很感人的 他在嘉義基督教醫院的時候 因為他們常常去東南亞疫診 所以他就很照顧東南亞的外勞 所以嘉基是全台灣第一個設這個 菲律賓外勞 泰國外勞這些特別門診的地方 而且每個禮拜天他們在嘉義基督教醫院替這些外勞 給他們來做禮拜 然後這些外勞有時候在台灣做了幾年 他們就要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去 他們還幫他們回到他們的國家以後 幫他們設教會 所以這個翁律賓醫師呢 也是一個很感人的 從橫肌到平肌到嫁肌 三個基督教醫院他都做過院長 最後他竟然做了牧師 在太北傳教 他也得過這個醫療奉獻獎 然後這個屏東 屏東的基督教醫院 我們剛剛有提到畢加斯 這是一個挪威教會派來的創業院長 可是後來這個屏東基督教醫院呢 也出過幾個很有貢獻的醫療奉獻獎的得主 再上來就是我們高雄 高雄大家都知道愛河旁邊 以前有一個樂人醫院 樂人醫院後來搬到我們現在高雄的建國路 變成聖宮醫院 現在聖宮醫院在高雄還是很有名的一個天主教醫院 主要就是長照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安寧照顧方便 可是樂人醫院剛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寬懷人修女 這個修女本身是美國來的一個醫生 她本身是一個女醫師 她是一個外科醫生 動手術非常高明 而且接生非常出名的一個外國修女 所以樂人醫院一開始是一個急診的醫院 全科的醫院 那時候二次站後高雄還沒有什麼太好的醫院 結果呢 因為她是一個美國修女 她有很多美國來的這個設備啦 藥品啦 當然他們也會給窮人發這個奶粉啦 所以病了非常多 樂人醫院以前在高雄是這個 很多人都知道 叫一個阿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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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留在高雄港 然後那些士兵在高雄渡降 氣泉路以前是非常有名的這個 美國的這個阿兵哥的出路的地方 那這些美軍生病都知道要去樂人醫院 因為他們知道那裡 有一個美國來的這個外科修女醫生 非常的會看病 所以樂人醫院這個方修女 也在這裡奉獻了30年 一直到改成聖宮醫院她老了 才交辦給年輕的修女 那她2003年她也 就那一年她得到醫療奉獻獎 然後她也過世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在高雄值得我們懷念的一個外國修女 那在嘉義大家都知道這個 台南我們先說高雄再上來台南 台南很有名的一個醫生得到醫療奉獻獎的 就是王金河 大家都知道就是北門 過去烏角病很厲害的地方 北門是這個台南縣沿海 比較窮的村落 以前那個地方居民都是喝這個地下水 因為那時候政府還沒有把這個自來水的系統 普及到這個漁村 結果地下水裡頭有很多這個生 這個是一個有毒的礦物質 結果這個居民不知道喝了這些有生的地下水以後 血管會病變 最後那個肌肉會壞死 那就叫霧角病 那五角病患得很可憐 就是他要被截治 所以那時候有兩個醫生 為了這個五角病的人做了很大的貢獻 一個就是王金河醫師 因為他本身就是北門出生的 一個內科醫生 他專門在那邊照顧五角病的人 他也得到醫療奉獻獎 另外一個就是謝偉醫生 謝偉醫生是埔里基督教醫院的創辦人 他是台灣本地長榮中學畢業 然後去日本留學讀醫科回來 那時候他跟門諾會 剛剛提了花蓮的這個門諾教會的美國來個醫療團 門諾會他們在花蓮做巡迴醫療 謝偉就跟著門諾會的美國傳教士 在埔里的山區做原住民的巡迴醫療 後來謝偉就決定自己創辦這個埔里基督教醫院 那他創辦埔里基督教醫院呢 除了照顧埔里的這個原住民 還設了一個肺病 以前結合病還很嚴重 所以設了一個肺病的療養院 後來又設了小兒麻痺的這個照顧的地方 這個就可見說 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一直到七零年代 那結合病跟這個小兒麻痺 都還是在台灣很流行的傳染病 那謝偉還每個禮拜 都開車從埔里到北門 去幫這個黃金頭醫師 替這個五角病患做手術 所以謝偉是一個很感人的醫生 很可惜 他後來又創辦了惡林基督教醫院 所以我就是埔里、惡林、北門 三個地方這樣奔跑 所以有一次他發生了車禍 這個過世了 他在要去發生車禍那一天 他要出門的時候 他太太還說你睡個午覺再去嘛 不要太累 可是他說我早一點去 不要讓病人等 結果吃完午飯就開車 結果在半路他就發生車禍過世了 謝偉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醫療奉獻獎的得主 還有黃金河醫師 既然提到福里基督教醫院 我們就順便提還有一對夫婦 也是從挪威來的 這個女的是醫生 叫歐濟慧 那男的呢 反而是一個護理人員 叫徐冰諾 他們兩個是夫婦 都是挪威的 不過他們來台灣以前並不認識 他們是來台灣都到埔理基督教醫院去工作的時候才認識的 一個做物理人員 一個做醫生 兩個都在埔理基督教醫院奉獻了一輩子 所以到最後埔理人都叫徐冰諾阿公叫歐濟慧阿嬤的地方 都叫保理阿公和保理阿嬤 他們在埔理基督教醫院也是照顧病人 謝偉不在了以後就是徐冰諾做院長 徐冰諾後來又交棒給歐濟慧 他們對原住民的醫療非常的照顧 而且剛剛提到對結核病人 對小麻痺的病人 都是一輩子照顧 所以他們老了 這個挪威國王還親自派人到台灣來頒一個勳章給他們說 他們是挪威人的光榮 說挪威人可以在台灣奉獻一輩子 後來連埔理政都頒發一個榮譽證明 跟南投的榮譽證明給他們 因為他們說他們已經變成台灣人了 但是挪威人也以他們為驕傲 覺得很光榮 我們剛剛台南完了就講嘉義 嘉義基督教醫院 剛剛我提到有這個 翁瑞恆醫師 其實嘉義基督教醫院一開始 也是一個美國人來設立的醫院 這個美國醫生叫戴德森 他也是在嘉義 除了這個設立嘉義基督教醫院之外 他經常到阿里山 因為嘉義有這個州主 所以到阿里山的部落去做這個巡迴醫療 這個也是有得到醫療奉獻獎 這個是長老教會設的醫院 可是另外天主教在嘉義 也有一個醫院很有名叫聖馬爾定 這個聖馬爾定醫院的創辦人 也是一個修女 叫華蘇芳修女 他不只是設了聖馬爾定這個醫院 還設了一個護理學校叫崇光護校 崇光護校 這個在嘉義也是很有名的 他們都是除了服務嘉義地區的民眾之外 主要就是對嘉義縣的這個原住民 跟偏領地區的這個民眾 都做了很好的這個服務 那其實不是只有這些外國人 在嘉義那個偏鄉裡頭 像那個入場這個地方 也曾經有這個台灣本地的醫生 一個叫鄧水照醫師 鄧水照醫師是日治時代 也是去日本留學 拿了醫生的這個資格以後回來 他的故鄉就是露草 所以他在露草開業 他後來在東南跟露草兩個地方 一輩子救了很多農民 那時候特別就是台灣有一段時間 噴這個農藥非常的厲害 那農民剛開始的時候 他不曉得這個農藥也會中毒 有時候自己吸太多農藥的時候 就會倒下去 口吐排沫、抽筋很危險 所以鄧水照在鄉下開業 他常常會被叫去急救 這個騎這小大車啦 或者是奔走 這個鄉村的小路 他自己回憶說 大概20年間救了300多條人命 那所以這個鄉下的農民都很感謝他 那鄧水照也是他 雖然在鄉下開業了幾十年 但是農民常常欠錢也不能還他 所以他其實沒有什麼機器 因為他後來有一個小孩子 考上嘉義中學以後 他想說要讓他讀家中比較方便 所以就搬家搬到嘉義市 讓他小孩可以讀書 可是他鄉下的病人不讓他走 說你走了我們怎麼辦 所以他只好禮拜一到禮拜六都在鄉下看病人 只有禮拜天 騎摩托車回嘉義市去 陪小孩子坐禮拜 然後就一天的相處 然後其他時間都還是在鄉下照顧病人 結果他那時候要在嘉義市買個房子 做醫生做五六十年了 買一間房子洗個房子兩間房間而已 一間房間兩個夫婦住 另外一個房間五六個小孩 擠在一間房間裡面 所以他這個小孩 後來讀了藥學系 高醫的藥學系 後來讀了台大的藥理研究所做的教授 這個叫鄧哲明 也是我們高醫一個很傑出的校語 他回憶說小時候 他幾乎就是睡在那個藥飯堆裡頭 因為家裡房間又小 可是爸爸就買了很多藥要儲藏 放在家裡面 所以說他在家裡洗 噴那個藥水味大一點就對了 所以後來他就讀了藥學系 那這個鄧水照醫師 後來活到九十幾歲 他也是得到醫療奉獻獎 那從嘉義再上來就是雲林 一樣在這個北港 北港也有一個老醫生 叫蔡孔雀 他是北港第一個得到醫學博士的醫生 是日治時代的台北醫專畢業的 那家鄉就在北港 所以他小時候 家裡頭是做中醫藥的生意 所以他在北港開業了一輩子 也是照顧鄉下的病人 從來沒有離開過他的故鄉 大家都曉得那個時代就是 醫生都要去崩禁 要到病人家裡去看病人 所以也有一次他因為太趕了 坐這個山門車竟然摔了下來 結果他自己受傷了 他還是叫那個車夫說 你先把我送到病人家裡 我先去救病人 自己回來了再去處理傷口 所以可見說這些老一輩的醫生 他們對我病人都是非常照顧的 那在雲林縣還有一個地方叫新幹 北港之外還有一個地方叫新幹 這個也是有一個陳錦華醫生 這個比較年輕現在還在 他也得過醫療奉獻獎 為什麼 因為他做這個社區營造非常有名 新港有媽祖廟大家都知道 不管北港新港還是其他地方 那個媽祖每年要禁鄉 禁鄉的時候都是十萬人以上的 這個上來距離會擠到這個鄉下村落來 結果他發起那個環保的志工 他結合他們這個地方上的民眾 禁鄉完第二天所有的街道 一夕之間清爽的乾乾淨淨 這個讓那個村民證明大家印象很深刻 這個醫生怎麼會這麼關心地方的事物的發展 後來呢他又去請了那個林淮民回去他們的故鄉 因為林淮民就是新港人 去演這個雲門藝人 然後他就在那裡跟村民說 我們要提上這種正當的娛樂 大家不要去欠大家樂 大家樂對這個文化沒有好處 而且是會賭博不好 所以簡單講他就是很重視這個心靈改造 跟這個社區林造 所以後來陳錦煌醫師也做了這個社區引造協會的理事長 後來他被邀請陳錦煌區行政院做過政務委員 在921大地震的時候 他就參與了很多這個災區的重建工作 所以後來他又回到新港去開業 還是繼續在做他的社區營造工作 他也得到這個醫療奉獻獎 在小鎮上一個開業醫生 除了看病人之外 也可以替地方做很多的這個服務 雲林還有一個很有名的醫院 胡偉 胡偉的落色醫院 胡偉的落色醫院也是天主教的醫院 所以那裡有兩個神父 松橋神父 還有一個必要人神父 這個都是比利時來的 會國教會 在胡偉地區創設這個落色醫院 也是一樣照顧鄉下的窮人 照顧病人一輩子 兩個神父都曾經得過這個醫療奉獻獎 那再上來就彰化了 彰化大家都知道 彰化基督教醫院 本來就是很有名的 當初的這個藍院長夫子 他們兩個父子 一輩子在彰化奉獻了90年 兩代奉獻了90年 照顧很多的病人 也培養很多台灣本地的醫生 那這裡頭 這個當然張基後來呢 這個藍院長呢 照顧了一個小孩子 叫做蔡茂棠 這個蔡茂棠呢 跟我剛剛講的翁瑞恩醫師 他們是台大醫科的同學 蔡茂棠小時候就住在這個藍院長的家隔壁 他家很窮 本來爸爸沒有辦法讓他升學 可是那時候那個藍院長就跟他爸爸說 你這個小孩一定要讓他繼續讀書 他就給他學費 說你一定要讓你這個小孩 不要讓他中斷他的學業 所以後來蔡茂棠讀了台大醫科 台大醫科畢業以後做了精神科 後來也到恆春基督教醫院去服務 他跟翁瑞恩都是學生時代 就參加了這個團契 所以他們都立定志向 將來要到培養地去服務 可是蔡茂棠也很有趣 他恆春基督教醫院院長做完了以後 他去美國讀神學院 讀了神學院以後拿到博士 後來回到台灣 在台北市的和平教會做牧師 所以他現在也是一樣 跟翁瑞恩兩個都是從醫生 又換到做牧師的這種角色 所以說本來救人的身體 後來變成救人的心靈 這個是彰化 也是值得我們提到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當然就是 從台中、苗栗、桃園這一段 也有很多德國醫療奉獻獎的人 那我們舉一個桃園龍潭的例子 桃園龍潭有一個醫生叫鄭聖琪 鄭聖琪醫師也是日治時代就當醫生了 他是客家人 所以他在龍潭開業一輩子 桃園龍潭也有很多原住民的村落 像腳板山或者是說 他常常去那邊做巡迴醫療 照顧原住民 結果他有一個小孩做牙科的醫生 跟著他到這個山地做巡迴醫療以後 他這個小孩後來竟然到南嶼 還有台東去做牙醫師 所以父子兩個都得到一個奉獻家 爸爸是在這個龍潭一輩子當醫生 然後地方上建設非常的奉獻 這個龍潭的菜市場、公有市場 還有學校、圖書館他都捐款給地方建設 這個小孩是到台東偏鄉去做牙醫師 最後還到屏東的鄉下做牙醫師 所以父子兩個都得過這個醫療奉獻獎 這個也是很值得人家尊敬的一對 另外有一個在新竹 葉遊跟神父 這個是一個匈牙利來的外籍的神父 他本身也是醫生 他也是一樣二次戰後到台灣 然後先在嘉義的鄉下開平民的醫療診署 後來他被教會派到新竹 結果他到了新竹以後發現有很多智能不足的小孩 所以他在新竹香山 關西一代他就設立了智能不足小孩的學校 收攏幾百個智能不足的小孩 給他們記憶的訓練跟特殊的教育 後來他還在新竹設立了華光的社區 就是專門為了智能不足小孩長大以後 也兩腦怎麼辦 所以他在台灣的這個起智教育 跟這個智能不足兒童 最少照顧過兩千個智能不足的小孩 他也得到了這個醫療奉獻獎 然後我們講台北的更新醫院 這個有一個修女醫生叫陸佑琪 他是從美國留學回來 在更新醫院做乳房愛科的手術 他非常照顧乳癌的病人 早期乳癌的病人開刀完 就是因為外型不太負面 有時候都會心情低落 所以他就成立了照顧乳癌病人的團體 然後他引進這個藝乳 幫婦女做這個整形修復 那他在更新做到院長 就第一個設立天井教的安寧病房 然後他後來做到福大醫學院的院長 退休以後他還是在更新醫院 八十幾歲了他還在看病人 最重要是他一輩子的收入 他全部放現出來 他當醫生的所有的收入 全部奉獻出來 給這個教會 然後去做這個照顧智能不足 不是這個就是私自 私自的老人的這個基金 所以現在台北的這個更新醫院 在私自病母這一塊 跟安寧都是做得非常好 那這個就是陸佑琴修女 很大的一個貢獻 所以大概我們舉的這些例子 大概都是在這個奉獻偏鄉也好 或者是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 他們特別有這種犧牲奉獻的精神照顧病人 但是醫療奉獻獎還有另外一類的醫生 是他在醫療上很有成就 那對某一類的病人特別有奉獻的 那比如說這個沈明鏡教授 他是台大專門做血液疾病 所以後來血友病 在台灣他是一個最照顧到血癌的病人 那為了改善這個血液疾病 他們甚至去改變了這個台灣以前的這個捐血的制度 大家曉得過去台灣社會 你要輸血的時候是要去買血 沒有血庫 沒有捐血中心以前 都是要跟血牛去買血 那這個當然是人道上有問題 而且血牛的血可能不是那麼的健康 可能會有傳染疾病 那沈明鏡教授他們就是一直提倡要有血庫 要有捐血 然後那個血液要經過篩檢 要安全 所以把台灣這個輸血的制度整個改變了 那這個對台灣是很有貢獻 所以他們就會得到那種特別的醫療奉獻獎 或者比如說高雄長庚的陳兆龍醫師 他就是患肝手術非常的厲害 你看他幾乎是全世界患肝的成功率最高的一個醫生 死亡率最低的醫生 所以這種患肝的手術 也是救了很多台灣的這個需要肝臟移植的病人 所以像這樣的醫生 他也會得到這種特別的醫療貢獻獎 那比如說這個台北的長庚 另外有一個衛福全醫師 他是專門做整形外科 那整形外科特別是像手指頭斷掉 或者以前要截肢 或者那個癌症的這個病人的術後的這個修骨 他在這個整形外科的成就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幾乎很多國外的醫生都會來跟他學習 他帶領的這個長庚整形外科的團隊 可以說在全世界的整形外科是基於一個領先的地位 所以像衛福全醫師 他是一個外科醫生 可是他還得到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這個肯定 過去的院士都是給基礎醫學研究的人 幾乎沒有說做這個臨床外科手術可以得到院士 所以可見他在這個科學上他也有很大的貢獻 這個也會得到這個醫療貢獻獎 那比如說像林瑪麗醫師 這個是在台北馬街 他也是專門做這個血液研究的 他發現很多這個血型裡頭的亞型 就是過去沒有人注意到學識 甚至他最後做這個血液研究 可以做這個DNA這個親子鑑定之外 他還可以鑑定台灣人的這個 從血液裡頭去看你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 你跟東南亞的這個淵源 或者你跟這個華人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子 透過這個血液的研究他得到很大的突破 所以這個也是有特殊貢獻的一些醫生 那比如說振興醫院的魏徵 這個是全台灣這個喚心手術最有名的一個醫生 他是第一個做心臟移植手術 跟這個心臟的很多的這個手術突破 他甚至用人工心臟去導入這個移植成功的案例 所以像這樣的一些特別有重大的醫療貢獻的醫生 也會得到這個醫療奉獻獎 所以大概我們今天稍微介紹這些 有一些在台灣被肯定或者是得到醫療貢獻獎的醫生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我們過去醫療奉獻獎 比較好像沒有去頒發的對象是 我覺得如果你是做公共衛生 像現在傳染病這麼嚴重 那公共衛生的專家 其實有的特別是在這個衛生行政系統裡頭 那他們其實也會很有貢獻 那這樣的過去大概我們如果是政府官員 我們大概不會去選他做這個醫療奉獻獎的對象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在防疫比如說SARS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人有貢獻的 或者這一次的COVID-19 我想如果在防疫的方面 有特殊貢獻的一些衛生行政的官員 我覺得也不妨考慮 那比如說台灣過去把瘧疾撲滅 或者是把這個肝炎 這個全面施打疫苗以後 把肝炎的整個這個 疑患率後來變肝癌的這種死亡率降低了 或者把血腰麻痺絕跡了 這些我覺得其實也是可以 考慮被納入的一個對象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